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汇视焦点 先看看今天有什么重点新闻 澳元在69美仙水平徘徊 澳洲储备银行以息记录显示 今个月只是考虑过 加息四分一离还是半离 并没有打算停止加息 据报云南因为供电紧张 要求区内的铝厂减产两成以上 其铝升超过三分之三 看到人民币和油价都做好 支持澳元昨天升上去之后 今早早在69美仙水平徘徊 现在最新在报69.01美仙 看到澳洲储备银行公布了以息的记录 提到今个月只是考虑过 加息四分一离还是半离 并没有打算停止加息 反映看到当地的通胀见顶和收入下跌 他们的官员也同意未来几个月 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加息 至于什么时候利率见顶 就要取决于家庭支出 就业和物价 日元方面变动不大 美元对日元是134水平陪备 现在最新在报134.425 留意日本也有些经济数据出了 表现也是一般的 二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即PMI初值是47.4 低过前值的48.9 这个数字其实已经连续四个月 低过盛衰分界线了 并创下2020年8月起最低的水平 我们今天请来嘉宾卓亮 和我们一起分析一下汇视的事方 Hello Tristan 早安 早安 见到澳洲储备银行议息记录 都说了其实都完全没有打算停止加息 你觉得今年加息周期是否要持续 还有对于澳元来说 会不会都支持他表现好一点 我想澳洲储备银行这一方面 应该说短期之内 还是会继续考虑是温和加息的一个步伐 但如果整个加息周期 我觉得今年就肯定不会终结 当然今年终结加息周期 就不单止是澳洲这一方面 我们觉得除了日本以外的主要央行 其实应该说今年都会结束加息周期 但只不过可能时间次序上有先有后 如果看回澳洲这一方面的情况 其实最近你会看到労工市场的表现 就不是真的那么理想 有一些是真的为减少的情况 和失业率上升的一些趋势出现 所以刚才你也提到 如果你说澳洲储备银行的会议记录 是会看回未来的一个労工市场的表现来说 我觉得未必是真的会支持 是继续一定会坚持拉长一个加息周期的一个时间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看回年初至今 是真的中国重启经济或者是一些商品价格 是一些走势其实对澳元都有或多或少的支持 但如果你看回澳洲当地的一个经济或者就业的环境 是出现恶化的话 相信澳洲储备银行这一方面 而未来加息的一个空间 我相信是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收集的 所以澳元方面我们觉得0.7这些位置都是比较大的一个阻力 好啊 那我们看看日本那边 刚才我说了日本公布了二月份的PMI数据 表现都一般的 那会不会增加新任央行的总裁 退出宽松政策的难度呢 还有看日圆那边 近期的表现都一般的 都回软了 那是不是说退出那个宽松的预期 会有降温的迹象 因为始终市场这一方面是看到四月份 就是有一个新的央行行长是真的上台了 但其实他会不会真的上台之后 就完全是很快地做一个所谓叫做货币政策正常化 还有是改变或者甚至放弃这个知识曲线控制的一个工具的话 其实暂时来说市场都不会是一个太明朗的一个预期在那里 但是如果你说看到是日本的一个制造业表现不好 或者经济增长动力都是放慢的话 那就肯定是加大了它在货币政策正常化的一个难度在那里 而且日本方面的一个挑战都是比较复杂的 因为一来的话他们的一个通胀压力都是升到四十几年的高位 百分之四以上的一个水平 以及日本的标准来说就是非常之高的一个物价升幅 但同一时间如果你说真是未来想加息收缸货币政策的话 其实日本公共债务非常庞大的一个规模 就会有很多是真的负债方面的一个利息的一个支出在那里 所以其实如果你说真是未来日本的货币政策调整 是需要考虑非常之多不同的一个因素 所以我们觉得挑战是大的 所以是未必是真是新任的一个月行 可以在很短时间之内改变一个货币宽松的一个环境 所以你看到最近的话其实所谓是汇市上的一些套利交易 日元也是重新成为一个最受欢迎的一个肉资货币在那里 我们觉得其实这些情况也反映到日元的一个宽松状态 或者货币政策宽松这方面 我们相信短期之内对日元应该都还是会产生一定的压力 如果你说真是期望新任的英国行长在改变货币政策 而刺激日元是升值的 我觉得短期之内可能就未必的机会是太大 好 即是继续受压先了 现在是134左右的水平培回了 看看人民币那边 人民币中间价连续升了两天 官方开着的人民币中间价最新报6.8557对1美元 交上日升86点子 不过现况人民币早段偏远 离岸价在6.87附近徘徊 而现在最新报6.873 看看内地那边 已经连续第四天向市场放水 今天通过逆回购 在市场正投放590亿元人民币 不过规模来说就少过昨天 货币的宽松继续 中证监启动了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时点 投资的范围包括一些私楼的货味等等 似乎是为内房处置一些不良的资产项目 不至于补交楼就避免项目难尾等等 就带来一些新的资金 还要看内地媒体都报道在云南省 电解铝正式收到一些减产的相关文件 部分厂房的产能就减少了产能的规模 最多是去到四成二的 相当于减产两成一 看看隔晚的伦敦铝价价 也曾经升超过百分之三 去到2460美元以上 这个升幅是今个月以来的升幅是最大的 Tristan 想问回内地经济那边 因为见到近期人民银行逆回购 都开始见到它放水 虽然昨天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就没有变得 不过有一些市场人士就觉得 其实上半年还有下跌的空间 那你怎样看 如果你说LPR的话 其实我们觉得 应该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的一个取答 反而我们会觉得是相对审慎 或者会逐渐偏向于中性 如果真的LPR再下跌 其实我们觉得的机会不是真的太大 我想主要是两个因素 第一个就是你讲 其实内地的一个货币环境的话 其实我们觉得现在的流动性 都已经是比较充裕了 如果你说看一月份的一些新增贷款 社会融资或者港以货币供应的话 其实现在应该说货币环境的一个增幅 其实绝对是足够的实体经济 如果你说明以GDP的话 有一个高单位数的一个增长 如果你说港以货币供应 都是按年同比一月份升了百分之十二点多 是说2016年以来的一个高位 所以我们觉得其实如果你说 真的在这个流动性相对充裕的情况之下 再放宽货币政策这个逼切性就不是真的那么大 第二点你就会看到其实今年的话 中国是真是经济复苏最主要的动力 我们都会觉得是私人消费和服务业的增长 这方面的一个反弹 带动经济是有一个是复苏 如果你说这些领域的一个反弹 其实是不是真的再需要货币政策 是一个是宽松来支持 我就觉得未必是真的需要那么大的 一个依赖的一个程度 因为不仅你说如果看到LPR 其实现在都已经是有纪录以来的一个低位 所以如果你说看看现在整个流动性环境 还有今年的一个内地经济复苏的一个 是开局算是不错的一个势头来看 我自己就会觉得如果你说LPR 未来再是真是有一个下跌的一个空间 我会觉得是比较有限的 但是刚才都说到内地那边向楼市有放水 例如是说启动一个不动产的私务基金试点 你觉得这个试点对于帮助楼市回稳 和舒缓一些房企的压力 那个帮助有多大 我想这个是一个新的措施 但是不是单独的 因为你看到其实现在是内地 对房地产的一个态度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支持 而且支持都是比较全方位 从一些以前是说的 是限购限贷 或者是一些限价的一些行政手段 现在是变成市场的一些不同的工具都会支持 放宽了之前的一些限制 还有希望是真的开发商方面 是更加便利的一个融资 所以我们觉得现在这个气氛是有改善 因为不仅你看到去年内地的一个 是房地产这方面的开发的一个投资 是有一个收缩的一个状态 都是非常看见的 那我们觉得现在的话 其实已经看到部分城市 是有一个不错的一些是成交的一些 一些是气氛好转或者带动 但我想如果真的要逐渐是抗延到 或者是延伸到整个是内地 更加广泛的一个是全国性的一个 楼市复苏暂时应该说 就可能未必是真的去到那一步 所以简单来说 我们觉得现在整个融资环境 其实已经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善 无论是开发商的这些借贷便利 或者是真是业主这一方面的一些 一些按揭成本 那这些应该说对楼市都会继续 有一个支持作用的 现在见到部分城市 有一个不错的复苏 那我觉得未来有机会是逐渐 是去到真的全国性的复苏 可能下半年的势头就会更加明显的 好啊 我们再分几两分钟时间 跟Tristan来说 欧洲央行其实有官员都预计 加息的周期会去到夏天就完 那我们见到它最新 就是欧元区的消费信心 其实见到的数据都不错的 那加上见到通胀都高企 你觉得会不会像联储局那样 加息的周期要延长 我想如果说延长 看看延长到什么时候 那夏天是一个不是太明确的一个概念 那我想可能去到第三季是有机会的 因为假设如果你说联储局 是真的美国这方面是第二季或者上半年结束加息 那如果欧洲央行是去到第三季之内结束加息的话 那我觉得都是会有机会的 因为其实毕竟现在见到欧洲央行他们的官员内部 其实是烟派和甲派都会有不少的官员 他们是采取持有不同的一个态度 那接着欧洲央行方面 我们会觉得是有机会今年第三季之内 可能就会接近他们的一个加息周期的一个终点 所以如果你说只不过是被联储局推迟多几个月的话 这方面对欧元的一个支持作用 就未必真的那么大 好 今天多谢Tristan的分析 回市焦点看到这里 移动最激和大家谈谈尾图公司1357 今天显著做好 公司发型起 股价今早做高开5% 开市位在2.37元 之后升幅一度略略收窄 低位见过2.32元 不过之后很快抽高10点钟左右 曾经抽高到1.9元 高位见过2.68元 突破10天和20天线 最新升幅略略回顺 仍然升到1.1元 现价在2.49元 这只股份怎样分析 有吴麗言Kenny 你好Kenny 你好 铺莉 你好 你好 先看看公司的盈起什么情况 说到公司预计去年可以扭规为盈 赚8500万至大约1.3亿人民币 两大原因 第一就是金融资产有公运值收益 什么事呢 就是投资一个护肤品的公司 带来公运值收益4.8亿至5.6亿人民币 另外自己做的业务也有改善 说到AIGC 即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业务 一个图像应用程式 VIP订阅收入增加了 增加多少呢 超过五成 扣除一些非现金项目 即一些公运值投资等等的项目之后 经调整的正利润 都有9000万至1.2亿人民币 Kenny先和我们评一评 整体盈起收不收货呢 这个幅度最多赚1.3亿人民币 没错 看到尾图 受到消息影响 看到股价表现得比较强劲 单从数字上面来看的话 其实从数字表面来看 是的确比较理想的 始终如果看回去年的上半年 尾图是录得一个亏损 2.8亿 反而来到全年 是可以有个盈利 大概8500万至1.3亿的情况 但是如果看回过中原因 刚才Pauline也提到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一个金融的投资 当初他就投资了一间公司 是一间做护肤品 变相来看的话 由于在去年有一个不错的业务表现 从而是令到那间公司 在一个价值上的提升 因而也都导致尾图 本身的投资上的收益 是有所增加的 但是如果我们撇除 刚才所说的收益 大概4.8亿 去到5.65亿的人民币的话 变相来看也就是说 尾图其实全年 相比起去年上半年 其实讲的那个亏损额 反而是有进一步扩大的情况在那里 所以其实本质来看的话 过去那几年 其实尾图的那个亏损情况 似乎就暂时是没有实现到 一个扭转的情况在那里 当然了如果以自身业务来说的话 包括了它VIP一些订购业务 看到是有一个不错的增长 或者说的一个改善的情况在那里 但是始终以尾图 本身它几大的业务板块来说的话 它最大的业务板块 其实是一些在线广告 当中在线广告收入佔比 大概是佔了尾图总体上超过5成的 所以在那个白月没有太大起色的情况之下 只是靠一个VIP订阅有所改观 可能就未至于说可以从根本上面 改变了尾图过去那几年 在盈利方面走下坡的情况在那里 OK 好 那就很大的一个盈起 里面的业绩改善是来自一些非现金项目 就是说一些可能一次性一点的 投资相关的一些业务的改善 那么自己业务改善反而带动盈利 你觉得就没有那么多 刚才说到主要业务那里 不知道你用收入还是利润 因为见到它收入的话 去年上半年那个VIP订阅的业务 其实已经成为它最大的业务 说的收入佔比都成三成多 这个等待再跟 我们先说一下它这次其中一个食股位 就是那个VIP订阅业务 公司说到其实它都有 有出招去扩大这方面的业务 其实去年上半年的时候 那份业绩报告就说到 有什么招数呢 包括推出不同的收费模式 还有推出一些免费限时的体验 如果你是完了 你那个plan完了之后 它有给一些免费的体验 让你可以再尝试试一下 看看逐不逐 吸引你去逐 另外也扩展这部分的VIP业务 不止为了一些个人去执图apps 为一些企业都提供一些设计的服务 其中一项的设计服务就是海报设计 他就说到这个功能都大热 吸引那些人 真是课金给他订阅VIP的服务 公司都说到 估计未来几年 这项的业务可以形成一个较大的规模 带动盈利能力 Candy 这部分的业务 其实无理率相对来说是高一点的 公司都说到 希望是靠提供一个用户体验 让你用apps的时候 感觉好一点 而不是利用一些广告 去阻止你用apps 而去产生收入 你怎样看这个模式 公司其实在说 去年上半年开始 广告收入的占比越来越下降 反而在VIP订阅业务 收入就增加 怎样看这个方向 是否一个好的改革 是 没错 其实在说上市之初 因为美图大概是2017年上市 当时其实在在线广告业务 其实占比是差不多到一半 但是随着近几年 在广告业务方面的体量 是有所萎缩的情况之下 变相也都是从而令到 包括VIP订阅的业务 反而在占比方面 其实有一个提升的情况在那里 那当然了 如果我们看回一些背后的数据 那何谓一些背后的数据呢 就是包括了美图本身 它一些用户量 其实我觉得暂时都仍然是反映着 美图的情况 就未至于可以从基本上 扭转过去一个业绩下行的情况 我们知道美图自从 在2017年上市以来 其实说的那个收入规模 最高是差不多45亿的 而去到2021年 其实说的已经是差不多 低过17亿的情况了 已经是连续9年一个亏损了 那当中往后应该如何去判断 它有没有机会是扭转一个亏损呢 我相信其中一个指标 就是究竟它那个用户量 有没有一个可以持续增加的情况 或者说的是扭转一个下跌的情况 那在持续活跃用户方面 其实说上市之初的时候 美图的用户是超过4亿的 差不多有4.6亿 而截止到去年的上半年 说的活跃的用户量 已经是下跌到2.4亿的情况 所以当然当公司说 自己可能在去年的下半年 在VIP订阅方面 有一个不错的增长 那我们可能都要留意一下 让美图正式公布去年全年数据的时候 看一看它的活跃用户 有没有出现一个止跌回升的情况 或者相比起去年的上半年 有没有一个明显增加的情况 如果真的出现一个明显增加的情况 都不排除集团的低潮期 有机会慢慢过去 反而重新令到市场或者用家 继续加强在对它的关注度上 所以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 比较关键的数据 投资者不妨做一个重点的留意 好的 公司就说到盈利有个改善在那 不过Kenny就提醒大家 不只是看大数价 到它真的出全年业绩的时候 然后看它的用户增长的数字 全面一点去看 回归股价 今天股价的反应都挺大 曾经秋升差不多两成这么多 最新仍然升到一成一 这段时间有货没货 来到这个位置 各位怎么做好呢 我想在借助今天的營起数字上升之前 美图股价本身已经累计了 比较大一点的升幅了 过了一段时间 美图也是成为市场当中 一个check GPT 一个比较烈满一点的概念股份 最主要就是旗下 它有一个软件 叫APP美图 它是一个AI绘画的功能 变相也是受到市场 就是往后一个比较高一点的关注度 如果纯粹从基本面来看的话 其实暂时如果从它原先的那些业务来看的话 暂时对整间公司的盈利贡献 暂时未见到一个很明显的数字上面的帮助 所以反而往后这个check GPT 就是一个AI绘画图 会不会帮助到美图 包括在用户人数 或者说在业绩增长方面 带回一个比较混乱的水平 可能这个反而是持续一间公司 往后发展的重点 而近期股价来说的话 其实相比低位来说的话 股价累计升幅已经是差不多有四倍了 加上如果说撤除一些投资收益来说 在那个业务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短线这个股价升幅 其实是有少少偏高的情况在这里 所以如果已经是买了投资者来说的话 其实来到现在这个位置 我相信以近期股价表现 其实应该都有比较大机会 是已经有获利的情况在这里 如果是已经有获利的情况在这里 不妨在这个位置 慢慢地将部分手中持有的股票 逐步进行一个套利 我相信是一个比较可以考虑的手段 暂时尾图估价仍然升到大约一成 谢谢Kenny今天的分析 二栋追击到这里 各位一节财经消息 内地容许设立私募基金投资私楼放尾等物业资产 协助内房避面项目难尾 中国证监会星期一宣布 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 投资范围包括特定住宅 例如是私楼货尾、保障性住房、市场化租赁住房、 商业经营的物业和基础设施等等 有分析说 政策令到私募基金投资更多元化 特别是为内房处置不良资产项目 补交楼避免项目难尾 带领新资金协助内房融资 在内地经营宣菜鱼等餐厅的九毛九发行景 预计去年赚最少4700万元人民币 相当下跌超过86元 主要由于疫情限制堂食服务 加上人民币贬值 出现外汇亏损近7900万元人民币 但属于非现金项目 公司强调已减省租金和原材料成本等 对内地放宽防疫后发展有信心 看看港股最新表现 恒指报20665点跌221点 成交超过511亿 转看期指 即月期指报20685点跌194点 高水大约9点 至于下月报20669点 成交超过55000张 看看最后港股最新造价 腾讯跌11.2 阿里巴巴跌2.35 美团跌4.7 盈富基金跌2 京东集团跌16.6 财经消息到此 港股反复跌幅扩大了 最新在日中低位附近 今早上低开27点之后 曾经倒升过上20900点 流上 不过大约11点左右 港股和A股都突然插水 最新跌在20639点跌247点 昨天低位见过206点边缘 暂时未穿 不过去那些位置 低台附近 成交522亿多 看看港股通最新的情况 我们上天港股有一旦的时候 北水狠估我们五十几亿 今天就正买回 最新正买超过7亿 看看内地股市 内地股市今天都是反复一点 上证早段去到3300点 流上 不近过上个月底的3310那些高位 最新就半日收在3293点 微升3点 至于护心300和创业板指数 都是要轻微向下 这次嘉宾有温岗城Harris 跟你分析一下视频 你好Harris Hello 保持 你好 你好 一来大家等中午收市的时候 汇控会出成绩表 刚才11点多的时候 港股A股突然插了一下 本身有点害怕 不过有暂时叫做200多点的升幅 未说再进一步就是沉底 仍然守得住昨天的低位 因素各样的夜望是什么 我自己个人觉得 当然汇控业绩方面来说要看 因为其实在说 恒生指数拳重股 其实变成来说 因为大家都很有期望 例如说 因为之前渣打方面来说 业绩大家觉得好过预期 还有对未来方面有个憧憬 甚至也有回购 那变成来说 未来方面来说 出来的业绩之后 汇控有几点必需要到 例如说好像 例如会不会做回购 或者说回购的规模到底多少 派息又会怎么派 会不会派特别息 甚至会说 还会不会去到贵息那样东西 其实大家都会考虑 所以未来方面来说 首先当然要看回贵 但是当然也会看着另外一样东西 也值得在投资日提下 就是港元回价 港元回价方面来说 今早就是昨晚开始了 其实都明显地夹高了 上回7.8、283这些位置 其实这个主要原因就是 因为看到隔夜拆息方面 抽高了 由一厘二度 其实抽到最高的时候 上过3厘 其实现在是2厘8的位置 看看会不会 其实未来方面来说 金管局可能会持续出手 这个其实大家投资者方面 都会留意着 但是整体方面来说 港股 我更加看重的一件事 就是北水 北水我发觉很吊跪的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就是说我们升的时候 它是明显地要流出的 像昨天那样 你看到我们升了300点 突然间 它们流出了50多亿 最终将我们按下来 升了100多点的算数 但是反过来 当我们跌的时候 它又很积极趁体吸纳 尤其是跌得多的时候 例如港元可能跌到300点左右 其实它又很积极趁体吸纳 上星期有一天 甚至乎去到57亿那么多 很明显一件事 北水方面来说 似乎就是在维持着秩序 它明显地想港股 好像在某一个位置方面 就好了 就不要说那样大升大跌 那这个这样的格局 其实去到什么时候才会变呢 我相信 就不排除两会前后 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机会 那如果北水方面 真是继续回来的话 其实对港股方面来说 就会有一个转势作用 因为现在已经调整到 其实挺贴近那些 或者其实已经是超卖得挺严重的 其实如果以KD线那些来说 之前最低落到11的 基本上下 大家知道独数是 10至100之间上落 所以这里大家投资也要留意着 那我自己个人觉得 短期恒生指数 今个星期方面低位 那其实看回隔壁的通道底 那其实现在就在203百 那我会用203百或202百 方面来说做今个星期低位的预期 那最终那天恒生指数 那我就升上去 那我其实觉得今个星期 因为始终年跌了三个星期 如果看回去年的走势 那很多时候都会引发到 一些技术反弹的 其实就算这些事件 不是那么好的时候 那多过三个星期 其实那天只有两次 那一次是五个星期 还是四个星期 那之后那个星期 都有三个星期 3%至4%左右的反弹 所以比方来说 未来方面我会期望着 短期就一定不沽空的 但是反过来 可能有机会 起码都有些技术反弹 接着如果再反弹 就去看北水 就去看这个两会 所以未来我建议大家 就不要说是做淡的港股 因为去到这些位置 再做淡的空间 就不是特别太大 反而反过来在低位方面 可以趁低级 做一个部署 那回去比较好些 OK 好 刚才提到两会的因素 两会前见到北水 港股跌的时候 捞货反而升了上去 有一旦的时候 它们就沽货 而且它有这样的情况 昨天沽五十几亿 今个月以来最多的这个规模 刚才说到那些区间 一来大家看着两会 昨天一份报告都说到 统计过去十年两会前 前两个星期 通常都是一些政策预期 然后推高指数 A股方面通常都做好的 一来有个两会效应的憧憬 二来就是大家看着那些业绩 怕那些业绩走样 你知道今天下午有汇控 星期四又有港交所有 亚里都是一些重磅股 两边因素这样看 短线有没有什么大家要留意 短炒那些呢 其实本身近期方面出来的业绩 大家已经预了上一年差的了 所以其实只要不要太离谱的话 我相信市场也会购买的 反而更加要留意 未来的盈利预测 尤其是2023年的Earning Guidance 到底给了什么指引大家 如果指引相对比较乐观 好像今天的餐饮股方面来说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甚至说之前 好像东亚 甚至说在渣打方面 是一个很好的指引 变成了投资者很败 当日其实当时 都有一个比较大的升幅 因为上年差 大家都知道了 亦都炒了 亦都预期了 现在如果我看彭博方面预期 行息指数方面来说 在2023年的盈利增长 都超过18% 所以正路来说 跌得多的话 是值得身体吸納的 所以我刚才提到 好了 现在千万不要去做股空 现在其实定却去买上去 好 各股都要和大家跟进 和你跟随一下 那些餐饮股 看到餐饮股 今天就各别发展 当中搞毛搞发刑警 不过照样曾经升到百分之三 上回二十天线 最新升到两毫子 海底撈向下跌百分之一 大摩和麦格里 都有报告说到那些餐饮股 大摩说到 内地餐饮股虽然反弹了不少 不过股值仍是吸引的 麦格里说到 估计第二季会是盈利的转裂点 说要留意一些优质的餐饮股 两间行业都说看好九毛九 和麦格里当九毛九首选 大摩说长线比较看好九毛九 这一版又怎样看呢 今天九毛九发现警 反而就升了上去 是不是大家反而 focus在前景的复苏一样东西呢 就是了 我刚才说到的earning guidance 就是说现在大家市场关注的 其实由渣打和东亚开始 已经看到这个端倪的了 因为说上年已经差到贴地 恒生指数落到14,597 反而回头去到现在这些时间 到底弹够了没有 如果以现在大家预期 我当作九毛九为例 市场普遍预期今年的增长 会有1.7倍 我强调回来1.7倍 意味着什麽呢 因为上年很多时封城 或者可能那些管控 变了很多他们的分店 根本都开不了 所以那种刑警是很正常的 大家都有定心理准备 但是问题就是在未来方面来说 现在其实是复偿的 内地方面也有集体感染了 其实集体感染了 集体也有抗疫在处 有一个抗体在处 所以可以顺理成章 照样伏业 伏业回来 其实在盈利方面增长 也合成合理 再加上之前因为经济比较差 可以在租金或者食材上 那个压价的情况 就可以做得比较容易一些 所以其实对他们有个憧憬 合成合理 短期方面来说 九毛九今天看到 上升到最高的时候 去过20元的 当然20元都会 大家投资者方面 会很关注 到底能不能倒上去 正路来说 它早前也上升到24元的位置 我自己觉得正路来说 它应该要上升到这些位置 我觉得是合成合理 但是如果再推翻 比较远一点 2021年初的时候 最高它都上过37-38元这些位置 其实那个人会什么时候到 会不会到得到呢 我觉得其实那个人 慢慢整股好之后 如果它能突破得到 刚才说到可能24元那些位置之后 其实在说下一波再上去的话 就已经是变了28元那些位置 我自己个人觉得 未来方面 向上的机会也是存在的 所以如果真的跌得多一点的话 趁得急迫都可以 好 明白 股份仍然升到1号6仙 现价在19.7元 还有高位 今天跌过20元这位置 二十天线所在 这一节和您谈到这里 看看要加上其他的股份 来到即市脉搏的时间了 十一点几开始 港股跌多了 一度跌幅大到接近270点 至于科技股来说 走势都是偏远一点的 看看科子成分股的升跌比例 看到跌的股份多一点 大概八成六左右股份下跌 只有一成三左右股份有得升 看看表现做得差一点的科子成分股有什么股份 当中留意京东失手了200元的关口 做过最差蓝筹和科子成分股 股价都见了一个月低位 据报京东计划三月初的时候 会启动100亿元人民币的补贴行动 说要和拼多多展开竞争 现在看到它是最差的科子成分股第一位 跌超过7% 至于快手方面排第二 跌超过半成 看到快手来说 都见了一个月低位 失手了一百天线 第三位就是曼国数据 跌超过4% 明元云跌4% 至于腾讯也有上榜 跌超过3% 看看表现做得好一点的科子成分股 什么股份 芯片股有上榜 包括有华雄半导体和中芯国际 他们两者都在猜得升 至于小泊汽车是偏缘的 先看这些影片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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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啊 想交货呢 是啊 今天方面来说 科技股都下跌了 其实跟京东 或者科技股方面 大家有一些血拼了 因为消息方面 就讲到京东方面 100亿去刺激消费 其实有着有着 短线方面大家会担心 花多钱 当然好处的那边来看 可能会拿到市场份额 也可能配合 外地方面来说 刺激内需的考量点 我自己觉得 如果本身来说快售 之前升高了上去 其实那边都做了头肩頂 头肩頂的颈线位置 方面来说大概 那边都是66元左右 其实现在方面来说 如果量度跌幅算 其实应该就刚好 去到那些关键位置 我自己觉得 再混不混 其实这个就比较複雜一点 因为如果现在混 因为你已经有两柱货 你现在混的位置 我觉得一定是要低位才混 低位方面够低了 我建议一下 让它反弹 踢上去的时候才混 因为之前已经混了一次 已经穿了 其实已经有两柱在手 如果你现在贸然混 如果再下跌的话 那你就不着手了 尽管其实我也觉得 有一些直播率可以看到的 但是说一个问题 我会宁愿让它反弹 能够上去的时候才混 我就会觉得比较好一点 那怎样 能够上去 用什麽参考 你可以放回10天线 如果有手机 或者那个人看着TVB 或者再打电话上来的时候 那其实那个人就盯着 那条10天线 10天线在61.5的位置附近 那你其实那个人 如果我觉得 就升得到 那其实那个人 或者说再低一点都不奇怪 那这个就比较稳定的选择 那另外一个 就看到它连升到两天 或者以上 那其实那个人才再混 也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其实那个人 你看到这些浪漫跌下来 那其实都没有事过 连升两天的 所以说 你可以用一个走势 节奏 作为一个另外一个参考 那样 如果第二天 你看到它还升到的 那意味着它真的有机会 奇运了 那这样的时候混 就没有混到那么伤 那而且混货呢 记得做一个紫舌位 那样 因为其实呢 如果混货 如果再跌穿的话 就会影响很大的 所以其实记得做一个紫舌位 那紫舌位方面 如果真的出手之后 我想大概比较5.5% 因为其实现在 我都还没觉得 现在时候一定要混货 那但是如果你出手之后 其实你拿5.5% 用来作为一个 就是 背着最后背着 混货的一个紫舌位 如果失手了的话 都是紫舌一部份 那会比较好一点 这样 给大家或者给自己 沙号方面 还有可以再买回 那会比较好 那就是 好了 那刚才 观众就说想要 混货的 Harris的看法 可能先订两种方法 来怎样混货呢 第一就是 会不会股价可以 连升两天 就是确立一个 向上的趋势 或者用10天线参考 即大约61.5% 这个想明 可不可以上得回去 才再考虑混货 那现在就 不要那么急着 暂时快手跌6% 希望能帮到他 那马先生 都在电话旁边 早晨 马先生 早晨 马先生 早晨 马先生 欢迎你 2333我买15元 今年买不买到家乡呢 OK 好 十五元 多谢你 好 欢迎 其实在说 它的估值是不贵的 如果你说上了15元 其实都不是说没有希望 不是说没有机会 只不过问题 就是说 它近期就有一个位置 就好像顶得挺行 就是你看到 如果是那个平台位 那平台位 大概就在12元左右 就没有这些位置 那今天方面来说 我看到它最高 就是去到12.1元 那样 所以又是顶回平台位 那未来方面来说 要穿回平台位 暂时来说 如果你有货在手 那我想 其实他肯定就拿着算了 其实 那未来方面来说 希望他可以 就是有些好消息 在未来 就是港元中央 刺激着消费 刺激着内需 那常常看看 会不会说 对它有些帮助 接着就上回到15元那些位置 但是反过来 短期就不要再加了 其实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现在他去到12元的位置 一来其实就是近期的阻力 那二来方面来说 其实走势都开始有点超迈 甚至港元有点背迟 那样 所以其实港元就不要再加仓 那其实港元就等他 其实港元自然走回上去 那样 但是他有心理准备 其实最快都要去到成四月底 最迟的话 我相信要去到年尾才有机会 才有机会回到15元那些位置 所以港元就本身 我又不太悲观的 但是但是在说 就落不落观呢 其实我觉得都有一些波折的 其实不是一下子可以上下到 那你过来 你参考一下 好 那就 那长期今天其实都算是 就是车股来说走得特别好 是 挨近半城进占 其实上过去12.1 那今天都升穿过 250片线 不是 就是了 曾经升穿过250片 就是了 就是了 都还有一分钟时间了 跟着资源类股份 今天都升得不错 那就是油股又升 或者煤炭股 或者一些金矿股都升 中信证券报告就说 受惟到煤炭下游需求回升 预料煤价有没有改善 还有目前行业的股值 还有股息率 都是较预期吸引 所以说 预料短期可能会进入一个反弹階段 你又买不买这套说法呢 是不是想煤股呢 可以 有机会的 其实本身来说真的复苏的话 电要用多了 电要用多了煤方面来说 也会容易卖了 所以其实如果我当171远梅为例 近期看到它在低位方面来说 有个支持 近期正在反弹 排除它有机会上回到26元那些位置 有货的话我觉得继续持住 没有货的话买不买呢 其实如果少煮的话都可以 但是整体大家留意着 市场气氛方面都不是特别太好 所以其实买一点就OK的 但是如果你说重煮方面来说就小心一点 好 明白了 跟大家跟着行指半日失试表现 跌207点 20679点分岸指数 金融和工商指数跌 总成交565亿多 Harris刚才那个股份有没有持有 他是没有持有的 麻烦你了 这节讲到这么多 回来节目时间了 这次身边嘉宾有Ellen在这里陪着大家 你好Ellen 阿尚您好 和大家看看港股半日的市况先 看到港股半日就反复没什么方向 反复向下格局 之后看到行指低开27点 今早早一度都升了五十几点 高位暂时见过20941点 看回买近中午的时候指数又再跌多了 跌了超过200点 本日来说都要跌207点 报20679点 各项分量指数个别发展 成交565亿多 半日的活日港股 留意排台位的腾讯有3%过外的沽压 阿里巴巴和美团都要跌2%至3%以外 美团都见了超过一个月的低位 京东来说都有跌7%的一个跌幅 最新就报193.3位置 低位都见过190元的水平 迎户基金要跌1.8元 报208.2元 看下第六季的恒生中国企业 都要向下1%过外的沽压 长期就可以逆市升到压近半成 报11.84元 快手跌半成过外 中移动继续破位 升1.5元 报59.2元 保人健康一 分享榜排在第10位 报5.01元 升到3元 主要南籽股的情况都要跟进一下 汇控刚刚公布了业绩 最新在公布业绩前都要偏远一点 至少要跌3.5元 到58.4元 游邦同一向下 至于港交所也有1%过外的沽压煤气 就靠价格部7.47元 上周的市况 我们都要继续再请教一下Alan 看到港股半天来说 高低波幅就约摸是200多点 今天来说也反复一点 大家都是看着那些重磅蓝筹的业绩 还有方向来说 接下来还要调整去到什么 暂时要说 如果技术上去到2万06点 2万058点这些位置 可能会有个支持 但如果真的穿了的话 可能只要下市到2万点这些位置 市场即今日的下跌 主要都是担心今个礼拜 就是美国的数据 因为今个礼拜其实美国的数据 比较多 加上有联储局的会议记录 会公布 比较担心就是联储局的态度 其实进一步会转应 所以如果对于后续的息率的走势 如果进一步向上 或者迟迟都未减息的话 可能对港股流动性会有少少影响 再加上自身 即港股本身的一些催化消息 如果迟迟没有出现 因为大家一直在等待 就是可能内地的经济 今年上半年会有个明显复 但需要一些实际官方 或者全面的数据去支撑 这些数据可能都要等到 就是今个月的月尾 即是月尾或三月头的时候 才会陆陆续续地去公布 现在一个消息面上的真空期 加上外围有少少吹淡风 所以港股这边 会有更加深度少少的调整 但随着可能重磅数要临近 其次就是大家对于三月初 那个两会 其实政策上是有少少冲劲的 所以你看到近期 其实对于一些 有机会受惠政策的板块 例如上游建材相关 或者基建相关的板块 其实都是轮口炒作的 所以可能未来一两个星期的格局 可能整体指数上会比较平达 或者偏向少少的调整 但个别有概念的板块 就是刚才提到一些基建 房地产 那类有机会受惠政策的板块 可能会有一些中途炒作的 短期就看着今末星期 都有很多外围的美国经济数据 可能如果长一点 大家在看中 憧憬中 两会方面 政策会不会都出到来 都看到有些板块 其实已经 近期来说已经炒弃了 即是有些基建股 看到港股半天都要地207点 到20679点 看完大市的情况 今天来说都有些当策的办法 立刻和大家看看 当策划板块有些内房相关的股份 当中留意华阳之地 3%国外的升幅 搬入表现最好的那只蓝筹股 报在38.1 中海外都升到1%国外 讲开这些内房股 我都要问问Allen 大家都看到消息看着 内地方面容许赦纳私募基金 去投资一些私楼货美等等的物业资产 其实这个消息 对于内房股来说 那个啟示是怎样呢 还帮到多少呢 我相信这个动作 对于内房企业来说 融资安排上会有少少帮助 但是边际的利好 就未必真的那么大 因为这个其实是去年 大家都说的 三支战去拯救内房融资上的问题 这个属于第三支战 就是在证券融资 那方面其实是进一步扩展的范围 但现在对于内地的房地产企业来说 如果未出现一些债务违约 或者常付危机的企业来说 基本上融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 因为现在对于内房企业来说 是多途径可以融资 即是无论银行贷款 或者债券 或者资本市场 其实都可以做到融资的 所以这个帮助在边际上 就未必真的那么大 因为现在市场观望 都是观望内房企业的一个销售情况 这个销售的情况的确会有些改善 因为我们从2月头的高频数据看到 头两个星期的销售 其实按年会出现很明显的复苏 但是就需要更加多更加全面的数据 去支撑这个立论 所以对于内房来说 这个消息是属于利好的 但是利好作用相对比较有限 现在市场观望 仍然都是销售端 何时出现一个明显的改善 那今天来说 大家的开心情绪是不是过渡了呢 如果是这样 你都见到很多内房的股价 其实都是高开 然后很快就回落回来了 因为大家都望真一点 其实这个真是利好的 也都表明了内地监控机构的态度 但是对于内房的实际帮助 可能就未必如大家想象中那么大 所以是一个很明显高开 然后就低走的格局 我想对于内房来说 我觉得中长线的趋势仍是很好的 但是短线来说 要一个急速的反弹就未必可以做到 因为你等数据 或者等这个销售复苏 始终都要给时间 就是可能要等到一些实质的数字 数据出到来 都要给些耐性 给些时间他们才行 那些内房股方面 就是讲开刚刚那个消息 就是内地容许赤纳斯木基金 投资私楼货美等的物业资产 有分析认为 那政策就为内房处置 一些不良资产的项目 保家楼项目避免去到烂尾 都帮回一些新的资金 那些内房股方面 留意到碧果园都升到1%过外 牙居落升超过2% 富力地产和月秀地产都升到1%以外 那我们讲开升的板块都未完 都有些中资电讯股 今天继续都很厉害 今天有些中资电讯股 联通和移动方面都会继续破位 其实大家如果想 还未去部署中资电讯股 或者有货无货 应该怎么做好呢 我想现在如果再部署中资电讯股 就有点迟了 而且已经转了方向 你现在再买进去 其实博具短期的动力 会有继续向上一阵 已经不是以往 你买中资电讯股 作为一个长线收息的选择 的确性质有点改变 因为升到这些位置 其实息率上 尤其是联通这些 已经跌流去到 甚至更低的水平 就已经不再吸引了 再买的话 短线拨跌 仍然会有向上的动力 的确最近关于 中资电讯股的估值方法 就串起了很大的分歧 以往大家觉得它的公用性质 由于它现在发展更多的云业 大家觉得它的科网性质 可能会比较重一点 所以觉得它的估值上 有机会 可能就有这个 之前可能值10倍 8倍PE 如果你转成科网股的话 可能值20-30倍PE 会有这样的改变 但我相信市场 尤其是对于长线基金来说 对于这方面的估值 仍然会有一个 比较大的意见上的分歧 所以这个这么大 或者这么长线的声势 就未必能够可以持续下去 所以如果你说 现在中资电讯股 你短炒我没有太大意见 如果你说长线投资 在这个价位 其实那个价值就开始大打折扣 但最近其实 他们除了有 刚刚你说的一些概念 有缺乏CHATGBT 就是个别来说 CHATGBT 我想很多概念都是炒 但是你说中资电讯股 有没有牵涉到CHATGBT 其实那个范围是很小的 最多就是如果未来的AI 真的发展起来 可能就对于伺服器 对一些云计线 或者对算力的要求 或者对贫富的要求 可能会有所增加 所以对于他们的业务来说 会有一个长远的利口 但这个真的比较间接 而且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才可以兑现到 未必在短期里面 就可以反映到 在收入油或者利润方面 所以短期都是真是单纯 当一个概念去炒 以及CHATGBT 或者AI聊天机人 或者相关的概念 其实美股都很明显见到 都已经炒完 港股这边 其实真是正路那些 你见到百度 雙汤那些 都已经不是真的那么炒 已经炒到很偏满 就是三四五线那类的股份 所以如果真是炒AI 或CHATGBT的概念 那就真的要留意调整风险 要留意着相关的调整风险 见到中资电讯股里面 联通和移动都破了位 联通半天都升到3% 国外部在6.19元 讲开这些股份之后 都要和大家再看车股 车股都有消息 见到公信部 就发布了新一轮的汽车 免征救治税的目录 车股就大致向上 个别一点 部分比亚迪亚这些龙头偏软一点 其实都想问起来 见到大家也在说 来着汽车需求市场 可能都疲弱一点 虽然在说经济复苏 但始终关心着 这个需求方面的一个问题 虽然有这个救治税 再发表了新一轮 但其实实质又帮到多少 救治税 免生救治税的目录名单 其实都是大家预期之内 所以你看到入选最多给亚迪 其实股价都没有太大反应 就知道了 现在市场期待 会不会对于新一轮的補叠政策 会有进一步的意见 所以之前可能对于 整体汽车股来说 其实催化的消息有限 股价可能都相对来说 比较平静一点 好 当中 刺激一点的长气 股价也计则跌过一个月高位 升幅都压近半城 这一节也感谢Alan和大家的分析 节目时间都差不多 休息一会 我们下期再见